关于无处灾备当中,我们使用机制问题 今年上半年,整个上半年都是建议大家用蚯蚓粪 因为蚯蚓粪比较便宜 结果喊来喊去的话,把蚯蚓粪价格很高了 我们马上要准备蚯盐这个种植 然后问了一些养蚯蚓的 以前的时候松脑地收价格是160 现在同一都是200了,没有低于200了 所以我们一起之下,我不用你蚯蚓粪了 我帮你开刷市场了,结果你还涨价了 然后改成用牛粪 用牛粪实际上比蚯蚓粪成本更低了 只不过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需要费一些人工 这个就是会稍微有点不如蚯蚓们 具体这个牛粪的话,我们如何去使用呢 首先呢,去用牛粪不用去发酵 你单纯用牛粪呢,你发酵不成的 因为它是个冷性肥料 它很难起热,起热的量很小 第二个呢,就是说牛粪呢 如果直接用的话,肯定会造成烧米饶 你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它的烧米饶原因呢,可能大部分就是 因为牛粪是湿的 湿了以后呢,它里面大门可能就是牛尿 造成了烧米饶 单纯的牛粪它是不会造成烧米饶的 所以说呢,我们平常用的话 第一件事呢,你拉到牛粪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晒干 一定要晒干,晒干有好处的 第一个呢,是牛粪里面有些病菌的 虫蚓比较多 这时候你通过太阳暴晒,紫外线杀菌 杀死虫蚓的话,都起到一个很好作用 晒干以后呢,这时候呢 我们要打水冲 从水冲 水冲的情况下 可以把一些杂质啊,一些牛药啊 形成的一些无极盐啊,全部给它冲跑 冲跑以后呢,再晒干 再晒干以后啊,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这个,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放到猪肉袋里面呢 或者我们再去放到猪肉槽里面去 猪肉槽是跨装的,牛粪是跨装的 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再浇水 浇大水,浇大水以后呢 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洗盐 然后我们在这个猪肉槽里面 让它再晒干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再加一些杀菌剂和杀虫剂在里面 杀虫剂呢,一般建议用性肉林 一个高效低毒的农药啊 非常便宜 一斤的,也有几块钱 然后沙梅里面的那些虫啊,虫卵 然后哪一个,病菌那一块呢 就是这个杀菌呢 用多菌磷复米霜呢 就是常规的老的沙菌剂 非常好,好用 非常便宜 然后通过这样以后呢 我们再去栽苗 然后不但不烧苗,也长出来非常好 这就是用这个牛粪的好处